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2017年这个市场内共卖出71只鲜花 平均每天有2000万只的成交量 占中国鲜花总销量的70% 10只鲜花有7只处置斗南 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我是培根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环华十年 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云南昆明的斗南鲜花市场 看看滇池边的一个小渔村 如何成长为亚洲最大的鲜花市场 现在是下午三点 老雷是我6年前在厦门一起工作的同事 如今他成了斗南的一名鲜花经纪人 说好听点是经纪人其实就是花贩子 他不种花也不养花 做的是买花卖花的生意 他现在来到了斗南的鲜花拍卖中心 这里有600个拍卖席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商和老雷这样的鲜花经纪人一起 决定了明天全国来自亚洲部分市场的鲜花价格 想要在这里拍花 首先你得去办一张拍卖卡 并往里面充值现金 花商们会提前去预露的提货区 看好自己想要的鲜花品项 并记下相应的货号代码 这个舞台绝对是属于开鲜花小火车的小哥 他们驾驶着装满鲜花的货架 犹如一列列吉尺的列车在这里穿梭 不一会儿这个场地就将摆满今天要拍卖的鲜花 花商们看好花后就进入了拍卖大厅 等待里面的六个大钟开始拍卖自己记下货号的鲜花 有时候等待的时间久了 大家也就只能抽抽烟 玩玩手机打上两把绝地求生消磨时光 一旦到了正式拍卖 这就是现实版的绝地求生 有人欢喜 有人忧愁 能不能以最低的价格抢到最好的花 不仅仅是凭手术 还有很大一部分运气成分 据说这个拍卖市场有个职业拍手 拍室开业 他就在这拍花 他总能以你想要的价格拍到最合适的花 时间长了 他名气也就大了 很多人找他拍花 想要什么品项 什么价格 找他帮你拍 误差非常小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按键是怎么操作的 这边有123456 相应的对应的这几个大钟的数字 那就是你如果你按1的话 这个是人家操了卡的吗 如果你按1的话那就是拍1号钟 那如果你按2的话那就是拍2号钟 相对应的如果你按6就拍6号钟 一个意思 那么你看6号钟拍的是雪山 或者说大大红 也就是玫瑰 那你要拍多少数量 比如说我要拍一框 那就是这边按1就好了 然后你就拍一框 但是我现在我不能按 然后这边如果是你需要相应的数量 你就按相应的数量 然后这边是这个是全部要 就是上面有多少 你就要多少全部就按这个键 全部就按 然后这边呢 是相应说你拍了什么明细 你按这边它可以看得到 像其实这些键一般不太用 就是看你拍了些什么明细 主要还是 然后这个键是全部用 123456 789 总共就是这么多 然后也是10的话是代表是 是用F1还是F2代替 就是说主要是你记住 拍之前你要拍什么哪一个钟 你一定要先按了哪个钟 免得你拍下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拍四号钟 拍紫霞仙子 那如果我没有按到相应 我是按错了 我按成二号钟 但我拍下去 虽然说我拍对了 但是我其实我拍成二号钟的了 那么很有可能 你会造成相应的损失 而且这个是相当关键的 一定要相应对应的钟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 然后数量的话 其实就是说 一般一次性的拍不够 你会多拍几次 甚至拍个十几次才能拍够 比如说我今天要500把花 那我可能要拍 一二十次才能拍得够 当然说你拍个一框两框 五把十把十五把钟的话 很容易就拍够了 那如果是数量多的时候 我们是全部一次性要掉 所以说你就记住 特别重注意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六 相对应的这个钟 来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钟 和拍室里面的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从上面开始 这个一般是供货上的名字 或者说是花弄的姓名 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 小火车 我们装花弄小火车的车的编号 然后这个是供货商 供货商的编号 供货商的编码 然后这边就是说是花的名称 是拍的什么品种 这边是拍的是卡罗拉 带网套的卡罗拉 也就是红玫瑰 那么这边就是说 这个花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缺陷 像这个说成熟度 意意思就是说 有的花比较熟 有的花比较深 那么它这个有个编号 也就是这个编号的意思 这个代码的意思 就是代表这个缺陷的意思 然后就是说用汉字表示 就是花来素少 然后这边是数量 然后这个呢是指的是价格 像这边是单质的价格 一块一马八C级的 然后这边是哪一个 那个拍卖商购买商拍到的 那拍卖商购买商也有个编号 你看52151拍到的 这个中文人立时针旋转 它是从零开始起点 立时针旋转 如果它在这边停的话 价格就会越高 越往这边转 那价格就越便宜 然后如果转了一圈 再倒回来 那这边也会更高 一般都是转一圈 它就会停的 所以说如果是拍的时候 你估计它看到这个转的速度 它会在哪里停 你要提前按下这个拍卖 那个抢拍键 会不会拍到 这个都是看 很有运气的成分 也不是说你想拍就能拍到的 有时候说出价高 你不一定能拍得到 所以说这个要预估好 看到这个红点在哪里停 你预估它这个速度 然后在哪里停 如果在这边你就拍的话 那里就拍到很高的花价 那对你来说不划算 所以你要估计它 哇 这边动的时候 你再拍下来 但是有的时候吧 你要是出价太低 那不可能拍到花的 然后这边是说 接下来带拍的 然后这边是正在拍的 就是按照顺序来 这边是带拍 这边是带拍 这边是正在拍的 现在是夏天 节日不多 鲜花的需求量不大 这时候拍摄 每天只有一场拍卖 到了下午五六点 就会结束 如果花生们 没有拍到足够数量的鲜花 别着急 晚上还有一场表演 即将登场 现在是晚上八点三十分 这群花龙 正在焦急的等待 散花市场开门营业 其实这个市场 不只是晚上才会营业 白天主要是面向游客 或散客的零售市场 到了傍晚市场关门清场 晚上八点四十 再重新开门营业 这时进场交易的 都是大批量批发的花龙和花商 也就到了这个市场 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 上万的人流量 会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同时涌入 节假日更是会聚集 好几万人进场交易 把这个市场挤着水泄不通 由于鲜花的时效性 大家都匆匆忙忙 想以最快的速度 买花卖花 按照不成文的规定 在斗篮买花 一个人正在谈价 其他人不能参与进价 否则会起冲突 据说以前 斗篮花市经常打架斗殴 甚至是流血事件 现在市场进入正规化 各类恶性事件 已经很少见了 今天问我卖多少 这个紫色的 紫色8块 这个前紫色的呢 这个12块 涨了还是怎么 如果每个颜色来5斤 最少多少 每一种便宜多少 比较一块 还可以 我再装装看 红掌粉掌 然后这个的话价格一般会偏贵一些 这个是真真 看起来像假的 但是其实它是真的 看了这么多鲜花品种 真的是眼花缭乱 老雷调侃说到 在斗篮年隔尾巴草 都有贵的 一席之地 在我看下来 的确是有非常多 平时我们常见的各种野草 在斗篮也能卖钱 不过首先 你得先交10块钱的进场交易费 动作快的 已经买够了今天所要的鲜花 一车车成交的鲜花 拖出市场 这个老板正在交代 手下人下面的工作 看完1号交易大厅 旁边还有一个康乃馨交易区 这里的康乃馨既有论把卖 也可以成捆卖 看完这两个交易市场 我最大的疑惑是 像老雷这样的鲜花经纪人 或者说花商 为什么不直接去花龙的地里买花 而是去拍摄 或者说来这个散花市场采购 我相信大家也会有此疑惑 按照我们一般的商业逻辑 直接从花龙手里拿花 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 既能保证品质 也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 这样不是更好吗 其实恰恰相反 很少人会直接从花龙手里拿花 疑似批花鲜花的花商 不可能只要一两种花 疑似花术往往要搭配很多的配花 作为采购方 他们批发的时候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今天哪个客户要多少花 什么品种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再去市场上采购 没有哪个花商敢囤积鲜花 因为鲜花的时效性 今天卖不出去 明天立马掉下一半 还未必有人要 后天就变成垃圾 只能进垃圾堆 而花龙一般也都只种一两个单一的品种 它也无法保证每天都有足够数量和品质的鲜花成熟出货 花商无法保证要货 花龙无法保证出货 那大家就只能集中去花市交易 谁要花花就卖给谁 谁的花家合适就买谁家的 这就形成了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 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花与时间赛跑的故事 为的就是让一朵朵娇嫩的鲜花在客人的手中绽放 花商们也只能选择晚上工作 当天夜里所有鲜花必须打包 以空运的方式发往全国八十多个大通城市 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只要是稍微大点有机场的城市 都会有抖南鲜花的身影 年轻人们以鲜花传达爱意 一束康乃馨表示尊敬 婚礼上代表着幸福美满的玫瑰花瓣 撒满了整个婚礼现场 清明节上一束束寄托着失恋的菊花摆放在墓前 随着国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家庭插花的市场正逐渐释放 鲜花这种以前大部分人认为是浪费 没什么实际作用的一号品 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的家中 愿你我的生命都如那盛开的鲜花 虽然短暂但它绽放过精彩过 关于抖南花式的现在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 非常想知道这个花式是怎么形成的 是谁在滇池边的一个小渔村 种下第一朵上市销售的鲜花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抖南的发展故事 抖南的故事常常从一个叫 画中意的抖南人讲起 画中意已经去世 所以以下故事可能有不时的部分 1983年画中意到广州考察 带回了一些唐昌普的种苗 在自家的责任田里 画中意批出三分地 种下了这些唐昌普 唐昌普收获的时候 画中意把它们和蔬菜一起 挑到抖南的菜市场去卖 出乎他意料的是 唐昌普卖出去的速度 比蔬菜要快得多 这个示范效应如同蝴蝶效应一般 改变了抖南作为昆明菜篮子的局面 看见画中意尝到了甜头 抖南的农民开始陆续在自家的田间地头 种起了花卉 刚开始人们还是不太敢放开了种 只是在田间地头点缀性的种上一些花 结果一样 这些跟着种花的人们发现 种花比种菜更加挣钱 1984年到1986年 画中意又在自家的地里 种上了碗香玉和小石竹 又是不断大卖 村民们纷纷跟风 自从画中意带了头之后 当时抖南的菜市场每天都能见到这样一番景象 村民们挑着自家的蔬菜去卖 菜的旁边摆放着各家种的花卉 随着卖花的人增多 抖南菜市场被分成了两半 那些暂时没有种花的农民在一边摆摊 已经把重心转到种花的农民 则在菜市场的另一边摆摊 市场对花的热爱远远超出了抖南人的预料 随着鲜花种植的不断发展 1984年抖南就发展出花是一条街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 抖南就已经变成了家家户户 以种花为主的花香 全震不到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 有90%用于鲜花种植 超过85%的农民 直接或间接从事鲜花的生产和销售 到了1999年昆明抖南花卉有限公司成立 从以路为市到规范交易 抖南迅速成长为国际性的 花卉交易市场和花卉集散地 一株无心种下的唐昌谱 掀起了抖南花卉的传奇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抖南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 全国那么多地理位置 交通物流比昆明好得多的城市 为什么没有去发展花卉种植 昆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气候条件 这里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四季如春 造成了民间常说的云南十八怪 鲜花四季开不败 云南成为全国最大的花卉种植基地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没有抖南会有抖北 抖西 吃着会有人第一个吃螃蟹 抖南只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这些画面拍摄于昆明的另一个村庄 敦子村 这里就是20年前的抖南翻版 村民们家家户户开始发展花卉种植 每天清晨四点就陆续有村民把自家种植的花 送到村里的农茂市场去售卖 这里进场交易只收两块钱的摊位费 天还没完全亮 这个市场上的花就卖完了 几百米外的马路边 这里集中卖的是红玫瑰 谁家的花好 大家都抢着买 比如这个大叔 花税不多 但还没拉进市场 就有一个人发现了他的花好 非要买他的花 貌似大叔不满意他出的价格 两人僵持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答应卖给了他 关于抖南的故事 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的昆明之行也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将快速掠过云南的大里 一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 西藏是自驾游背包客 小文青们的天堂 我相信大家对这片神奇的高原 也同样充满了期待 如果你想看关于西藏的什么内容 欢迎给我留言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将尽力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分享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培根 十年旅行 跟书带你看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